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内政治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新华网的报道 日前中国当局通报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案 宣布调查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 而之后郭升坤也就是中共政法委书记 在十一假期结束后立即表态 强调坚决肃清流毒影响清理到位 在昨天持续整顿政法系统工作会议上 郭升坤说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于孙力军严重危机违法问题的处理决定 以及对傅政华涉嫌严重危机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特别强调坚决彻底肃清流毒影响 坚持动真碰硬坚决清理到位 会议说要深挖彻查涉及孙力军等严重危机违法问题的人和事 做到见人见事见责任 要切实清除害群之马 绝不允许走过场 同时郭升坤还警告 要深刻汲取教训 对政法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 保持警醒 持续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队伍 此前在十月二日傅政华因涉嫌严重危机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在此前的九月三十日 中国当局有通报孙力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说他散布政治谣言 使用公安珍藏手段对抗审查 私藏大量涉密材料等 根据资料显示 中国共产党从去年底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第一阶段一共查处了危机违法人员两万七千余人 有一万两千多人是主动投案 而第二阶段在今年八月开始 而据传督导组已进驻政法委公安部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安部和司法部等重要机构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对台讲话有关内容 北京时间十月九日 中国举行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 习近平出席发表讲话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 不要低估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他强调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凡是鼠点望族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同时习近平还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凡是鼠点望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贸易谈判有关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在昨天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进行了虚拟会晤 中国推动美国取消关税 而华盛顿方面则将这一次会晤 描述为对直接接触是否有助于解决其对北京贸易做法担忧的测试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周五的通话是二人之间的第二次高层对话 是在戴琪在之前的演讲中表示 白宫将宠器对于某些商品免征关税进程之后所进行的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 二人进行了坦诚交流 戴琪大使和刘副总理承认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不仅对美国和中国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声明表示会议期间戴琪和刘鹤回顾了美中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 同意将就某些味觉问题进行磋商 声明表示戴琪强调了美国对中国国家主导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关切 并表示这些政策做法损害了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 而中国方面新华社则报道说双方进行了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交流 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审查贸易协定执行情况 中国方面通报还表示 中国在川普征收关税问题上推动美国解释了其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立场 而美国贸易代表办事处的高级官员在会谈前对记者匿名表示 这些讨论是对与中国直接接触是否有助于确保华盛顿目标实现的测试 政府采取的任何进一步措施都将由中国的反应决定 同时官员表示我们主要的原则是中国需要履行其承诺 我们将与他们接触以表明这一点 现在要看的是中国是否愿意这样做 此前在讲话中戴琪表示 中国未能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一些承诺 特别是购买协议 而美国官员回避了有关于白宫是否会采取单边行动的问题 比如对中国征收额外的关税 如果这一些关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话 官员只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 而我们将全力捍卫我们的经济利益 而官员在周五还对记者说 对于潜在的改革目前持悲观态度 美国仍继续与中国就其工业政策进行接触 并表示接触是贸易关系的基础 官员对记者说 美中贸易关系确实很重要 在这些问题上的接触是有意义的 但没有意义的是 在我们采取措施保护工人之前 等待中国做出改变 白宫还表示 没有推动有关第二阶段协议的谈判 高级官员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次单独通话中承认 不期望中国在工业政策等领域做出有意义的变革 同时来自中国的消息来源表示 北京始终愿意寻求共同点 但是华盛顿出于政治考虑采取行动 南华早报引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说 应该焦虑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他声称绝大多数中国制造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并没有损害中国的出口 而是助长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他声称中国现在占了上风 将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 甚至美国也开始采取某种工业政策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把目标矛头指向我们呢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则表示 贸易是需要讨论的领域 在领导人虚拟会晤之前可能会讨论取消关税的问题 但是他表示美国方面也必须认识到 鉴于两国经济的关联性 中国供应不可能被取代 中国将改善其市场准入和商业环境 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但是中国不会放弃发展战略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大使秦刚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凤凰社的报道 中央情报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引发关注 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对此作出回应 秦刚在华盛顿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 美国把中国作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 是最严重的误解误判 他表示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发言时曾表示 美国不寻求搞新冷战 秦刚说像零零七这样的冷战剧本 还是留给好莱坞拍大片赚票房吧 美方有些人总是沉浸式的自编自导假戏真做 总是说自己是詹姆斯邦德 陷入内卷不能自拔累不累 为何不双减一下呢 秦刚说希望中美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避免误解误判冲突 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尽快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共识 可以得到切实的遵守和执行 此前在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 杨洁篪和美国总统国家事务助理沙利文在苏黎世举行会谈 而在之后的一天中情局局长伯文斯就宣布 将设立辐射中情局所有任务领域的中国任务中心 专注于收集中国情报 打击中国对美国进行的间谍行动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留学生有关的消息 在十月八日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布提醒 说近日有多位中国留学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时 受到了美国边检执法人员的反复盘问 问他们来美学习的目的 过往的学业成绩是否曾经就业 是否受过纪律处分 是否剽窃实验室数据等情况 有的还受到威胁恐吓 甚至被限制自由长达数十小时 最终被拒绝入境遣返回国 声明说有部分中国留学生离境回国时 也受到美国执法人员的盘查 被没收了个人电子设备 声明说我管以及有此类问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遵促美方停止错误 停止利用任何借口 对于中国留学生进行无端的打压和限制 而同时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出国留学人员要提高安全意识 关注出入境时可能遇到的风险 加强防范 妥善应对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